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KISS發燒榜之 我愛KISS下午茶 沒錯 今天我們的KISS發燒榜 換了一個形式要跟大家介紹新專輯 因為我們要在介紹新專輯的時候 要來介紹好吃的東西給大家 那今天 怎麼了 在這裡 放在這裡 沒關係 我去上後 沒關係 好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KISS發燒榜的特色 就是說我們要在 完全Live 而且這次我們要介紹吃的東西 是跟Kiki有一個特殊的橋段 就是我偷偷買了兩個適合她的食物 那Kiki也買了兩個適合我的食物 我們兩個來交換吃的東西 然後順便在這個吃的過程當中介紹新專輯 要了解彼此 對 而且這種方式也是可以讓聽眾朋友知道說 在我們生活當中也可以跟同事和朋友這樣玩一玩 真的 很不錯的感覺 讓自己的生活多添一點樂趣 好的好的 那我們 Kiki已經把酒倒出來了 所以今天要介紹第一個美食是 給我的美食是什麼 因為我想就是現在春天嘛 我們春天呢 就要有春梅 春梅酒耶 對 所以我們要來點美酒 品嘗一下微醺的氣氛 而且我們今天的布置還有很多 小娃娃陪著我們 你看草莓蛋糕 一起下午茶 對 希望這個歡樂的氣氛給大家啦 大家一起來吧 耶 好好好 讓我先介紹第一張新專輯好了 這個不是新專輯 在這個禮拜呢 整個發燒排行榜當中呢 是有兩張新專輯進榜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專輯呢 是在這20名當中我覺得 值得推薦給大家的專輯 是第三名的叮噹專輯 風鈴吧 叮噹未來的情人這張專輯啦 為什麼要推進這張專輯呢 因為 因為這張專輯喔 我告訴你 它呢是 一出擊就切中人心 裡面的歌像 唱到你心口 對 人血動物 或者是一半好了 那像它裡面有唱到說 我煩了又煩你給的地圖 卻一直找不到我的歸宿 對叮噹的歌聲它在這張專輯裡面呢 更成熟而且技巧更好的一些喔 那還有人血動物也是配合很多韓劇啊 它們做起的主題曲的播出 沒錯 我都有在開 跟我媽媽一樣 對對對 那這張專輯真的很好聽 這張專輯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年輕流行質感的流行音樂 那裡面當然也是很多一些孤單的心聲啦 那其實流行音樂的時候 就是讓聽眾啊 跟我們的生活很像 對 然後忽然唱一下 然後就抒發一下孤獨的感受 欸 之後就好啦 對不對 唱一下一半 一半怎麼唱 快樂一半 只有一半也 欸 不知道怎麼唱欸 好啦 這個是這張專輯推進給大家 叮噹的這一張 未來的情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 未來的另一半 對對 好聽好聽 好 那我們Kiki要為我們介紹這張專輯 好 我先獻上一杯 欸 怎麼自己拿太自動了吧 對對對 欸這就像另外張專輯之前 我們要先喝一下Kiki Blue準備的美食 沒錯 沒錯 我喝看看 攝影師也有一杯 你拿去給他 你拿去給他 我拿去表示我的那個尊敬 請幫我拍出來一點 昨天的時候真的喝這個美酒還算不賴欸 真的 春天的氣氛 為什麼想要送這種美酒給我呢 梅 梅子的梅 為什麼 而且我們攝影師也緊張著他一手 拿著酒一手控著攝影機 好敬業喔 他怕他醉了 對 為什麼要送美酒給我 因為我覺得你就像這個酒一樣 他每喝一口就有不同的滋味 剛開始我可能會覺得 也太嗆太直了吧 再喝一口 就覺得 原來你真是一個好人 好 我知道你這個好人 蘊涵來了多種意思 非常謝謝你這個美酒 真是不錯的 這是我們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玩到想到的一個遊戲 結果後來發現 欸 對方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同事 或是你的家長 他可能像某一種食物 你可以把它形容出來 有人可能像義大利麵 你知道我像什麼嗎 他們說我像掛包 掛包 因為有肥肉 不是 不是 拿我這樣子 不是這麼講的 是因為黑 OK 然後掛包呢就是 看起來 裡面很有料 很有內涵 那我像什麼 我忘記了 沒關係 先介紹下一張專輯 好吧 好 下一張專輯 你要推薦給大家 是哪一張呢 我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潘瑋柏潘帥的專輯 808 而且這張專輯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邊 他就有自己下了一個註解說 這是我最完美的傑作 可見他覺得非常的好聽 讚 而且為什麼叫808呢 我有特別去查了一下 跟大家分享 因為808是就是美國 他們在1980年代 就是一些he-hop 剛開始流行的時候 會用的一個機型 混音機器 叫做TR-808 然後剛好呢 又再加上就是潘帥先生 他是1980年8月6號出生的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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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跟他的 太噴出來 跟他的出生 還有就是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唱片公司會覺得 用這個數字 來代表他的這個 新作品 是再適合不過 就youyouyou 他的主打歌 對呀 而且也可以代表一個 就是銜接 以前到現在 充滿著未來感 但是又有點 復古氛圍的 CD 新作品 對我們Kiki越來越會講了 對 她叫Kiki 大家要記起來 她叫Kiki 對我是Kiki 我都忘記了 忘了自我介紹 那這張專輯 是我們這禮拜的 第二名 恭喜潘帥了 好的 好的我現在要拿我 幫Kiki 不行我還沒介紹 你還沒介紹完 我的重點 你根本就愛她 不是啦 因為她有跟2PM的 困境一起拍MV 觸動 她就要看喔 很帥 好好好 謝謝你 好那我現在要翻出 我幫Kiki準備的美食了 是Dunkin Donuts 好像真的很適合我吃 對呀 然後我今天特地去買的 這個美食呢 是非常夢幻的 唉唷它有點壓到了 是Trawberry 它是一個 他們的 他們的春季新品 馬上夾起來吃 它是一個愛心的粉紅 甜點圈 默默吃掉 配合草莓 立體草莓 這是他們春季新品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 在春季的時候出一個春季新品 然後跟Kiki做分享 這是她吃的 你要送上你的真心給我是嗎 真的 怎麼可以 欸我們用真心 就介紹霸燒排行榜啊 真心我真情 哈哈 那我要來品嘗 好好好 那大家吃了再跟我們講 你所吃到的感受 好 欸我要分一半給你 要分一半給我 好好 沒問題在你介紹的時候 我介紹下一張專輯好了 那這一日禮拜呢 等一下第一名的專輯 要先賣個關子 是由我們Kiki來做介紹 壓軸 不過呢在這邊 介紹第一名之前呢 我要介紹一張 B面精選的專輯 這是我這個禮拜在節目當中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專輯喔 這是一張非常重要在台灣流行音樂界的專輯 名字雖然有點搞笑 可是他們的音樂真的很棒很重要 那今天介紹給大家的是他們的精選集 那秋秋合唱團最重要就是 它裡面有一個主唱了 叫做金志娟 也就是娃娃 他就是 金志娟是秋秋合唱團 對對對 那這個秋秋合唱團影響我是非常大的 要推薦給大家這張精選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音樂過程當中 這個秋秋合唱團的音樂呢 是描述一種最主要就是 青春和國高中時期跟年少時期 那種感覺 超適合你的 你很愛回味童年時光 可是重點是 這個娃娃金志娟的唱腔 現在流行音樂界很難找到 就是因為 他的歌聲是非常不講座的 真的 你如果聽過他的 就在經夜 告訴大家 就在經夜這首歌的 就在經夜 對對對 兩分三十三秒到兩分四十三秒 如果你們上YouTube看 這個地方如果不感動 真的 為什麼感動了點是在 不感動 不感動要幹嘛 投給你嗎 不行 就是聽了你 因為其實雞皮疙瘩 他那個地方就是 就在經夜的時候 他是用 就在那個 直接喝 直衝天際 而且大家要知道 當初新智娟 在推出這張專輯的時候 在這張專輯的時候 他們的唱腔 那時候在台灣流行音樂 算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他們唱自己的歌 而且是那種非常powerful 他以前也是我媽媽的偶像 對 好的好的 OK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最後一張專輯了 喔 上我了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所剩時間不多了 所以要介紹下一張專輯 最後一張 今天個禮拜的第一名是誰呢 羅志祥 小豬 你根本就是他的粉絲 我是迷妹 好 怎麼樣他們是 Only for you 你看 OK Only for you 你知道非常厲害 才剛發行一週 就已經就是 銷售量突破十萬 可是我覺得真的好好吃喔 嗯 我就知道你會喜歡 這草莓好新鮮 大家一定要對自己好一點 買一些好吃的東西 OK 新專輯也是要聽 好 羅志祥繼續回來 對 而且就是 因為他太多人就是詢問度破表了 所以走在路上 大都在搶著播他的新歌 連小豬自己都說 天啊 就是還有很多人跟我反應說 怎麼就是你都一直纏著我們不放 走到哪都聽到哪 就是 你看看 好 遇到 遇到 而且這個最新的 我覺得他的專輯裡面 他也嘗試了不同以往的唱腔 因為以前的主打歌都是用快歌 這次用了慢歌 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突破 好 那主要這個羅志祥呢 因為我們時間也隨時不多跟大家分享 在YouTube上有一個很熱情的網友 把他剪輯成一個 他被嚇到 在電視節目上被嚇到的一個總會喔 真的超好笑 大家可以上YouTube的收看 那個羅志祥被嚇到 就可不可以出現他整個被嚇到的主了 他很容易被嚇到 我等一下就要去看 好好好 那今天的Kissy把燥到這邊 很多東西都突然沒有吃 真的 很可惜 不過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禮拜的幕後花絮是誰呢 葉子瑄 對 是一個可愛教主葉子瑄 在南部簽唱會最新的一個幕後花絮 收入在我們的Kissy把燥當中 那這些好吃的食物呢 我就跟Kissy吃掉啦 等一下我們就去獨享囉 那大家記得 也可以跟你的同事和朋友分享 你幫他買的食物 真的 真的 讓你們的生活過得更有趣 真的很不錯 我們要一起感謝送我這條蛋糕的好朋友 是誰 就是他是我遠方的好友人 好 叫什麼名字 要叫他名字 尼克 Thank you尼克 那也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Kissy把燥到下禮拜見了 下禮拜見了 下禮拜見了 拜拜